第二题关于实验室内的操作下列何者正确 A点燃酒精灯时应使用火柴或打火机 不可两个酒精灯互点 这个叙述是对的 点燃酒精灯要用火柴或者是打火机 不可以用酒精灯减酒精灯 选项B混合药品时可直接摇晃容器或用温度计搅拌 温度计适用来量温度的 不可以拿它来当作波棒一样来搅拌 所以选项B是错的 C混合药品时可直接在两桶中进行以节省时间 这个是错的 两桶只有一个功用 就是测量液体的体积 不可以拿来加热 不可以来配置化学药品 不可以让它来发生化学反应 选项C是错的 选项猪 加热室管时管口应朝自己 以便从管口观察室管内的变化 我们说我们的室管口可以朝上可以朝下 但是绝对不可以朝人 所以选项猪说管口应朝自己是错的 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 关于实验室内的操作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点燃酒精灯 应使用火柴或打火机 不可两个酒精灯互点